歡迎收看公房大挑戰 辛苦奮鬥了一輩子 關於家 關於房子的美夢 有不少人都希望可以住進臺北市 而且最好是可以住進一樓的庭院宅 只是在這個高房價時代 想要圓夢的話 一定要很成功才行 今天我們就要跟著奮鬥了 幾十年的毛叔叔 一起去挑臺北市的庭院宅 今天的委託人來自永和 兩個女兒的他 目前家中房子小 且跟女兒分開住 事業有權的他 如今想迎接母親一同搬到臺北市 打造一個適合養老的三代同堂之家 我現在需要一個三代同堂的房子 希望在臺北市交通方便的地方 所以今天為了這個來看這個房子 我住永和 永和也很好啊 但是因為我那個老二在搜狗附近上班 所以我想找適當的房子 能夠適合我的需求 台北市寸土寸金 毛先生開出四房 希望好停車的雷響房型 要交通便利預算不能太高 不曉得這樣的條件 容不容易找得到好物件呢 我們在傳統觀念上 好像都覺得說買房子 要買樓家 樓家代表一種成功 說不上來我阿嬤自己就很喜歡住樓家 這部分我就要問問我們的毛叔 為什麼你買房子 要買樓家 買一樓 第一個就是有母親要一起住 第二個就是覺得樓下住的蠻踏實的 樓下比較踏實 你母親要住是為了他行動比較方便 因為人老了總是腿腳比較不好 所以覺得要住一樓 是 其實我覺得買一樓 大概是一種傳統觀念的一個延伸 因為古早時代都是住土地區 有天有地 可是現在在都會地區裡面 特別是在東區 我們講的這個淡黃區的淡黃 你要找到透天寸 幾乎是絕乎僅有的 很難 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 就是說買一樓的話 他至少上還腳踏的地 雖然說沒辦法說頭頂著天 至少腳還踏著地 有一點踏實的感覺 那過去大概就是比較早期的 那種所謂的電梯 電梯大樓 或是說公寓的這種產品的話 他一樓大概都會約定 給一樓來住戶的來使用 所以他會有這個庭院或是說 有後院的這樣的一個規劃設計 對一些老人家如果說要種花啦 甚至種菜啦 這部分倒是還可以有這樣的一個空間 就可以鬧鐘取鏡 還有自己的小花圃 毛叔你是這樣想的嗎 應該是 應該是 那那個呢 其實我覺得一樓採光什麼 其實是沒有上面的好了 那要是我自己選擇 他又不是商業用途的話 其實我會希望往上面去找 我會直覺想到一個問題 因為一樓的話 第一我覺得採光是一個問題 通常我覺得一樓比較暗 所以我的那個電費 可能要花比較多 再來是有老鼠 我覺得一樓好像很容易 特別容易招老鼠 那當然就是說如果說周邊 又有一些餐廳的話 他可能會造成有一些老鼠 蟑螂 這些可能就會重生 老鼠蟑螂 這個毛叔您有經驗嗎 住在一樓會有老鼠蟑螂的問題 我想以前我養過小狗 所以我想老鼠這個問題 應該可以解決 狗會抓老鼠 不是貓抓老鼠嗎 可是狗會追老鼠 所以老鼠會怕狗 老鼠會怕狗 只要牠肯動的話 所以老鼠就不會來了 您平常就養狗了就對了 以前養過狗 我印象當中 因為毛叔的目標 是鎖定在東區嘛 可是東區的這種一樓的房子 絕大多數都是做店面使用 如果要去挑住宅的話 可能要注意哪些問題 最重要其實會影響生活 我覺得是管道啦 管道這個可能事前要先 最好先查一遍 看它的到底配管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有一些公用的污水池啊 排水系統啊 大雨之後啊去看一下 最好是在雨特別大 這幾天大雷雨的時候 我建議去看一下 你看一下那個水會不會進來 因為當初有些地下室 我猜有一部分 像老房子會是防空避難室什麼之類 它的那個排水系統的設計 跟現在其實都不太一樣 通常都是管道會出的問題 房子結構本身我覺得倒不用太單行 會不會是因為那邊的房子其實 基本上都有點年紀三四十年了 三十幾年的老房子 會不會我們在挑選上面可能 要注意除了管線之外 還有一部分是就是 都是這個水啊 不然就是電 那電有一些地下室有一些 你要看一下它電是不是接到公用電 那公用電又跟它有沒有設管委會 那這個電公用電怎麼去分攤的問題 那再來一樓其實用不到電梯 但是這個電梯的費用是不是要去分攤 那大家整個維修的問題 這個大概有些是要去查一下 都要去考慮一下 那個張老師我們要提醒 如果說針對我們的 對 如果說以一樓在我們講是在一個鬧區裡面的話 他當然有鬧鐘取靜的這個效果 可是一旦他的商業行為 已經慢慢接近你的這個住宅區的話 有時候晚上可能就會很吵雜 可是我們老人家已經晚上 就已經要睡覺 我們張老師應該不是老人家 因為他還會去河畔散步 所以你想要睡覺的時候 年輕人剛好在那邊大聲先話的話 可能就會老人親夢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一樓 他因為剛才提到 他其實有一個庭院 你的那個私密性會稍微差一點 雖然毛書他比較穩重 但你應該也會去東區那邊逛一逛走一走 應該是吧 對啊 怕不怕吵 吵當然會怕 不過我要提一點 是 我其實我辦公室在東區 我碰到的最大的問題 其實倒不見是不見是從水管這些來 因為這些大概都是錢可以解決的 對 東區目前看起來 像我的朋友有些經驗 錢沒有辦法解決的 是鄰居的問題 對 因為東區千金買房 萬金買零 是 尤其這邊現在會還住在這邊的 基本上因為房子增值很多 所以大家的心態我覺得有點改變了 住在那邊的心態跟住在其他地區心態會有點不太一樣 有的人非常好相處 有的人是你怎麼樣也沒有辦法 你也不會去了解他 所以這個是 很神秘就對了 對 本身就是在金字塔的那個結構裡面 他是一個頂端嘛 在至少財力上面跟我們就不太一樣的 是 然後那有些人假如他針對你來的話 你找誰也沒有用 那你找鄰居也沒有用 你找誰就是你也沒有辦法了解他 這塊是 我覺得是 要考量的 要一併納入 不過放心 因為我們毛書屋他很會做生意 所以他跟人的應對 進度上是沒有問題的 他一定有辦法可以解決這件事 只是您要放在心裡 這樣子的條件 要在東區裡面找一個 可以三代同堂的房子 其實挑戰任務還真不小 我們要一起來 有請我們今天的挑戰任務達人 許鳳琴 許姐 今天挑戰任務的房仲 是曾獲媒體報導 從事房仲業工作十八年的 特約資深鑽案經理許鳳琴 曾是服裝設計師 婚後成為二度就業媽媽 把昨日的挫折在今日忘掉 是她從事這份工作以來 始終的座右銘 我們這是無心的 自己就是老闆 所以自己的業績就是最大的獎勵 你想要賺多少錢 你就多努力 雖然已是資深專案經理 但許鳳琴仍然每天出門開發客戶 認為簡單的事情重複做 就會變成你的經驗 這樣的態度讓她在房仲產業 逐漸闖出一片天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很好的一個定題 就很好的一個背景 就讓你服務後顧自由去發生 你當一個老闆 你必須要進行配備那麼多 可是你在我們這邊 你是老闆 可是你那個配備人家 就是我們後顧自由跟你支持 打團隊牌 許姐呆的店頭 也獲得去年該品牌 直營體系獲利第一名 究竟此次接受任務的 許鳳琴 許姐 能不能挑戰任務成功呢 好 我們歡迎我們今天 挑戰任務的達人 許姐 許姐她生跟這個我們蛋黃區 台北市蛋黃區的蛋黃 就在忠孝商圈那邊 我比較好奇 因為我們剛剛周老師跟大家講過 我在那個地方的鄰居不但有錢 而且相處上面跟別人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想問問看許姐 你的客戶是不是以老闆級居多 對 那他們買房子跟賣房子的這種要求 跟別的客戶有沒有不一樣 其實比較老闆級的他們的想法 比較有自己的想法 他很清楚自己要什麼 反而比較好服務 那一般的話 他們比較不知道要什麼 反而比較不好服務 像頂級的他就很清楚 我說要東區 我要幹嘛 我就是這個就是我要的 那多出來的 或者是不是他要的 他就目標很精準 非常清楚 那會不會更阿薩利 那就不一定 買房用現金嗎 那要看人 有人用現金買房 因為東區的房子都很貴 對不對 有用現金買房的客人嗎 有 非常多 非常多 張老師 我們通常在買房子 我們都會說資金配置上面 好像不會太建議大家全部用現金去買房 是 因為如果說一些真的是有生意在周轉的 這些大老闆們 他當然在現在一個低利的環境之下 即使說他真的錢真的已經多的溢出來了 很多人都還是會想說跟銀行辦一些錢來用 因為這個真的是很低利的成本 對他們來講 他可能把這些這個多餘的錢去做一些周轉 或者說賺一些投資的話 搞不好賺的都比我們現在房貸的利率還要高 非常的多 所以會拿現金去買房是阿俠囉 有兩種客戶 那兩種就是張老師說的 就是他有那個能力 可是他還是銀行 還是他會做資金運轉 那一種客戶是他不要給銀行賺利息 他不願意給銀行賺利息 所以他就用現金去買房 所以說客戶有很多種 那這種客戶多不多 用現金買房在東區 應該也有很多 也有很多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就是說 即使你真的很有錢 還是要跟銀行多多少少 保持一些錢 因為你跟他有這個所謂的 那個資金來往的關係 有那個紀錄 你事實上你可以建立你個人的credit 你的信用度 我們講說 那個戶櫃要人幫 這個有時候就是銀行 就是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靠商 絕對不可以接下一句 否則就廣告 沒錯 讓你已經剎車了 對 我也趕快 我差點就接你的下一句 不過我們可以知道說 有錢人賞的 真的跟我們不一樣 非常值得好好學習 所以我們休息一下 就要跟我們的許姐跟毛叔 一起到台北市的精華地段 去挑好站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